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白居易说,大都好物不兼劳,彩云一散琉璃脆 世界上大多数美好的事物都不会长久 就像天上飘的一朵云,转眼就散了 就像透明的玻璃一样,它很可能会破碎 其实所谓彩云和琉璃,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样 能维持一种短暂的美好,却无法长久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人老了,越活越薄情 这才是真正的成熟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为什么不能长久? 原因有三,首先,所有的感情都会受到人的心理的影响 它有这样的追求,而它有不同的追求 所以不就很容易闹矛盾吗? 其次,所有的感情都会受到金钱利益的 冲击 只要对方和我们有利益冲突 我相信你我只会反目成仇 不会有其他好结果 第三,只要是人都会产生你的心理 如果你和他相处久了,那你会讨厌他的 无论你和他的关系有多牢固,最终都会烟消云散 所以,人不需要太深情 做个薄情之人,也许我们的整个人生会变得更顺利 一所有的不幸都从深情开始 有到是自古深情留不住你做人那么重感情 那么善良,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仅没有意义,你还会被别人打压和算计 就像一只羊,你把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一旦这只羊遇到了狼 他就在劫难逃了 羊终究摆脱不了被狼吃掉的命运 镇上的陈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个重感情的老好人 不管别人让他做什么 他都满口答应,从不拒绝别人 他大哥狠 担心,他说做人别太好了 不然你会吃亏的 谁知陈先生说 我对别人好 我相信别人也会对我好 我们不是常说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吗? 后来果然如大哥所料 陈先生倒霉了 不仅赔了钱 还替别人背了黑锅 差点坐牢 经历了这些 陈先生恍然大悟 这世上所有的深情 很可能都是不幸的开始 所有的自我感动 都是一种愚昧 二 人活一世 要懂得为自己着想 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 如果唱高调 那就是为了众生 如果说得实在一点 那就是为了自己 我觉得普通人为自己而活就可以了 你我都是云云众生 没有太突出的能力 也没有太过人的本事 那还是听从自己的心意 做人比较好 为自己着想 那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人们做不到为自己着想呢? 因为重感情 总想为别人付出 结果就是苦了自己 也被别人辜负罢了 元代高明说过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渠 我们都把真心托付给明月 谁知道这明月 却把光芒照在了勾渠当中 或许别人就是地狱 我们付出再多 也有很大的几率 得不到好的回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该为自己着想 喜欢做一件事就去做 不要管别人的想法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只要活得开心就好 俗话说 人生匆匆几十年 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场 那终究是遗憾 为了让人生不再有遗憾 我们不妨 做个薄情且适当自私的人 这才是好命的开始 三人若薄情 好命一生 说到薄情和自私 其实很多人都特别鄙视 认为这样的品性不好 缺乏崇高和伟大 当然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有能力 又达折兼济天下的胸怀 那你崇高一点 其实还是可以的 至少卓越之人 必然要做卓越之事 但是 如果我们都是平常人 也没有突出的能力 那我们还是多关注自己吧 因为人活着 终究需要以自己为主 薄情并非是无情 而是有侧重的做人姿态 没必要珍惜的人 那我们就抛弃 而爱我们的人 那我们就好好珍惜 人与其宁缺无赖 也一定不要多多益善 滥交的结果 无非是人才两空 或者身心疲惫 又能有什么呢 说到适度自私 那就更重要了 别总是觉得 为亲戚朋友付出了 就是大好事一件 如果我们的身心都不够愉悦 那付出再多 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人处事的第一准则 就是收敛自己的善良和感情 把他们托付给值得 陪伴你一生的人 比如我们的孩子 父母 爱人 而其他的就差不多可以了 没必要纠结一切 仅此而已 人过分重视 感情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人到五十岁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家庭了 因此我们在处事的时候 不能够随性而为 感情用事 不然的话 只会使我们的家人受到拖累 英国学者沃尔波说 用理智看待这个世界是个悲剧 用情感看待这个世界是个喜剧 人天生就是情感动物 在童年 我们为了爱情 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友情 可以两肋插刀 这虽然是一种年轻时的旺盛 但也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因为奋不顾身和两肋插刀 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到了五十岁 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 人自然会变得更成熟 更稳重 不再感情用事 虽然这样会让我们看起来 有点薄情 但是这种理性的生活态度 可以让我们 的生活更加安稳 更加幸福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越薄情 余生会越幸福 年轻的时候 我们大多会因为太在乎友情 而受过伤 朋友在一起玩耍闯了祸 你总是背锅的那个 把钱借给了朋友收不回 你总是需要独自承担的那个 为朋友强出头 他跑了 你总是挨打的那个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会发现 过于重视友情 不但使我们身边没有留下真朋友 反而会使得自己受了一身伤 只能独自舔湿着伤口 然后埋怨自己的 我这个人就是太重感情了 我们五十岁的时候 已经进入中年 这个时候 我们大多数人都成熟了 懂得分辨真友情和假友情 一般来说 真正的友谊有三个标准 第一 真正的朋友会引导你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二 真正的朋友是和你志同道合的 第三 真正的朋友是有责任心的 会设身处地为你着想 另一方面 虚假的友谊会给你带来不好的时候 假朋友不会真心待你 会在你落魄的时候 第一个离你而去 到了五十岁 我们大多数人都要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生活经不起太多的风浪 所以我们在对待假友情的时候 要懂得薄情 这样才能让我们远离是非和邪恶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最重要的不是赚了多少钱 取得了多少成就 而是拥有一个稳定温馨的家庭 年轻的时候 遇到心动的人 总有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冲动 然而我们所有的努力换来的都是冷漠或者利用 那些我们深爱的爱人 不会用同样的爱来回报我们 最终能给我们一个温暖家庭的人 只是我们现在的婚姻伴侣 当我们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不再年轻 这个时候 也许有人会因为我们所拥 拥有的的钱 而向我们是爱 或者有人会因为我们的事业而向我们是爱 如果我们一时冲动 就认为是爱情让自己身陷其中 那么最后伤害的只能是家人 电视剧都挺好中 苏大强爱上了家里的保姆蔡根华 他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 他儿子告诉他 蔡根华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 不然他图什么 图你年纪大 图你不洗澡 苏大强不相信儿子的话 他为了爱情放弃所有 选择离家出走 然而蔡根华却将他撵了出来 你什么都没有 我跟你干嘛 的确 当你五十岁的时候 还能对你有真感情的人不多 追求你的人大多都是有计划的 为了有计划的烂桃花 伤害真正爱自己的家人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值得的事情 所以 一个人到了五十岁 只有已对烂桃花薄情一点 才能防止家庭受损 维持家庭美满 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已经活了大半辈子 人生已经走完了一半子 这个时候 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 一定是非常复杂的 不懂得薄情 就容易陷入是非的怪圈 一辈子都很难幸福 单位同事要你帮他做事 如果你不薄情 不拒绝 不属于你的杂事会越来越多 只见过几次面 逼人请你为他捧场 如果你不懂得薄情拒绝 那么需要你捧场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你也会花费掉很多 不必要的分子钱和时间 与其感性地做一个多情的人 不如理性地做一个薄情的人 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陪伴家人 享受人生 一个人可以为别人而活 但首先要为自己而活 那些因为抹不去感情 而无法做到薄情的人 最后只会陷入是非的情感圈 非常痛苦 所以说 人到五十 学 会薄情 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有人说 五十岁之前 我们都在做加法 五十岁之后 我们在做减法 的确 人到五十岁 只有像婴的重生故事中 像婴一样 卸下沉重的负担 我们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能让我们狠心卸下重担的特质 就是薄情 五十岁时 学会薄情 才能保持真正的友谊 五十岁 只有学会薄情 才能远离烂桃花 五十岁了 只有学会善变 才能拥有幸福的收获 听我妈说 前阵子舅舅登门 说要给表弟买房结婚 我问我妈 这关我家啥事 我妈告诉我 舅舅想借五十万 我就知道 我妈在外面又瞎说了 我姓陈今年三十八岁 别看我现在日子过得不错 在城里有房有车 还有自己的公司 可这一路走来 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心酸 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 父母是双职工 以前日子过得还行 可我妈的工厂效益不好 后来她就下岗了 靠着四处打零工挣钱补贴家用 我一直是个读书努力的孩子 高三那年 成绩还在班上排前三 可就在第二学期 我爸就病了 他后来一病不起 一直卧病在床 为了给爸爸治病 掏空了家里不多的积蓄 爸爸最后也没有挺过来 爸爸的病影响了我的学习 第一次高考我没有考好 没有考上我心仪的大学 当时面临我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复读 要么出去打工 我选择第一个 我想再坚持一年 我妈虽然也支持 但是后来听舅妈打听到说 出去打工一个月可以挣三千元 她就有些心动了 因为复读 我跟我妈闹矛盾 我妈听舅舅舅妈的 让我打工 还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 舅妈当时还说 就算上了大学 最后还是打工 最后是我姑妈站出来 她支持我复读 还给我交了学费 第二年复读 我不负姑妈的期望 考上了重点大学 学了外语专业 我还记得大学报名时 因为家里钱不够 妈妈去舅舅家借钱 舅舅答应了 可舅妈就是不同意 她还讥讽我妈 没钱 还上什么学 我妈说她当时都快下跪了 舅妈就是不借 舅妈不肯 舅舅连大气也不敢出 后来还是姑妈帮助了我 不仅拿钱给我报名 还带我去商场买了一双新鞋 两套新衣服 她嘱咐我在外面不要自卑 踏踏实实地好好学习 如果生活费不够 就跟她说 其实 我姑妈也是工人家庭 她给我的钱都是省吃俭用省下来的 拿着她给的钱 我的眼泪瞬间止不住 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 我在外贸公司工作 后来离开公司创业 虽然人很辛苦 但也挣了一些钱 我孝敬我妈 把我妈接到城里照顾 我也经常去看姑妈 给她买礼物 陪她吃饭聊天 姑妈总是说 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她的弟弟 也就是我爸一定很高兴 自从我上了大学 舅舅家就不太愿意跟我家走动 她害怕我们又借钱 前年我妈回娘家 舅妈从我妈口中得知 一些关于我的情况 她明显变得殷勤了 她要了我的号码 还打电话给我 舅妈说是说关心我 实际上是打听我的情况 前阵子 我妈一个人先回老家收拾老屋子 舅妈看我妈回来了 就找我妈聊天 舅妈问我 今年一年挣了多少钱 我妈兴奋地告诉她 大概二百多万 我妈不知道 舅妈是带着墓地问的 到了第二天 舅舅就登门了 舅舅说 我那个表弟三十三岁了 还没成家 归根到底 就是因为没有房子 舅舅一开口 就要跟我借五十万 还发狠说 姐姐 这钱外甥有也得借 没有也得借 说到底 我们可都是一家人啊 不知道舅舅怎么说的 我妈还真的让我借钱 我当即就回我妈 让她做梦 有我也不借 当初我上大学 跟他们借三千元 他们都不肯 现在好意思来跟我要五十万 舅舅舅妈都已经退休了 表弟在外面打工 一个月三千元 他们拿什么钱来 还这五十万 我妈还在絮絮叨叨 让我念及清晰情分 我一个字都听不尽 我问我妈 当初你借不到钱 哭着跑回来 你忘了 我妈不再说话 后又说了一句 她到底是你舅舅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只有姑妈 才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当初姑妈宁愿在家吃咸菜 也要支持我读书 这份恩情 我这辈子都不敢忘 至于舅舅 她儿子因为房子结不了婚 只能怪他们自己 我才不会替他们买单 都说 末期少年穷 这话一点没错 我姓沈今年四十八岁 我跟老婆相识于同一家企业 因为家里穷 我很早就出来打工 后来遇到老婆 我们相识相爱 老婆家有两个弟弟 为了挣钱给弟弟们读书 她也是早早出来打工 大概是相同的境遇 我们惺惺相惜 两个人越走越近 记得第一次去岳父家 当着众人的面 岳母就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岳母得知我只是普通工人 并不能给她家带来财富 从头到尾一直黑着一张脸 我喊她 她离也不离 到了中午她自己出门逛去了 我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可老婆坚持要跟我在一起 虽然手里没什么积蓄 我还是答应了岳父岳母 八万元的彩礼要求 那个时候 八万元可不是小数目 我那时一个月的工资连加班费才八百多元 不得以我父母到处借钱 我还跟朋友同事借了钱 这才凑齐了 婚后因为没房 我跟老婆就住在宿舍里 一开始 我很乐意跟老婆回她的娘家 每次回去即便没钱 我也会给岳父买烟买酒 岳父对我面子上还过得去 就是岳母从不给我好脸色 记得有次我们回去 岳母看见我们进来 丢下东西 她就出去了 岳母在外面闲逛 也不肯回家 急得老婆的两个弟弟要饭吃 还是我们去买菜回来做了饭 岳父招呼我坐下 岳父给自己倒了酒 也给两个弟弟倒了点酒 也不抬头 也不问我 自顾自喝起来 饭菜上桌 但凡是好菜 岳母都端到岳父跟弟弟面前 留给我的 就是面前的一盘青菜 后来陪老婆回娘家次数多了 我跟老婆也心知肚明 老婆大概怕我难受 后来她回娘家 就不太愿意喊我一起回去 而我那时刚辞职打算创业 人也明显忙了起来 为了创业 我到处借钱 这是后来就被岳母知道了 她非但不借钱给我 也不鼓励我 嘴里还总是说些狠打击我的话 岳母经常故意 当着我的面对我老婆说 像当初 你要是嫁给村头的老李家 现在不光你想福 我们全家都跟着想福了 说完就一直摇头叹气 我知道岳母是说给我的 回到家老婆劝我 不要跟老人置气 我想想也没办法 谁让我没有钱呢 最艰难的那一年 过年我陪老婆回娘家 那天老婆跟岳母在厨房 我的女儿跟老婆两个弟弟家的儿子在玩 不知道怎么的 三个人就打了起来 本来小孩打架是常识 大人拉起来就行了 可岳母发现她大孙子的脸上有被抓的痕迹 再加上她大孙子哭哭啼啼的 岳母就心疼得不得了 岳母一个劲地骂我的女儿 说我女儿动手抓弟弟 女儿不承认 岳母就骂我女儿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还学着说谎 说完 一巴掌就招呼在我女儿的脸上 我跟老婆忙跑出来 岳母还想继续打 我赶忙上前抓住岳母的手 我当时急了跟岳母理论 我问她 你有什么资格打孩子 再说了 你问清楚了没有 上来就打我家孩子 因为心疼女儿 我的嗓门也高了许多 岳母后来对我老婆骂骂咧咧的 我知道她其实是在骂我 岳母当即救下了逐客令 让我们滚 她还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以后别再回来 我没有示弱 我对岳母 既然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那么我们家的事情 以后你都别管 我的孩子 你也没资格教育 从那以后 我很少跟着老婆回她娘家 前些年 我的事业渐渐起步 我有了自己的工厂 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 我发现等我有了钱 岳母的脸色就彻底变了 她总是让老婆带话 让我回去吃饭 可我都拒绝了 一来我工作忙 二来我也不想看岳母的嘴脸 其实老婆这些年 明里暗里 一直帮着她的两个弟弟 我也知道 到如今 她的两个弟弟 也在我厂里上班 我也在关照 就在上个月 一向身体不错的岳母 突然提出 要来我家养老 说到底 是岳母的脾气 跟两个儿媳处不来 虽然她掏心掏肺地 给两个儿子带大了孙子 对我家这个外孙女 一天都没有管过 可她两个儿媳 并不领她的情 动不动就跟她吵架 事到如今 她终于明白 女儿才是最贴心的 再加上 我家条件好 她要是跟我们一起养老 不管是物质上 还是环境上 都能让她足够有面子 老婆因为这事 跟我商量了好几次 我一直没有答应 前阵子陪着老婆回娘家 饭桌上岳母又就是重提 说她从小就看好 自己这个女儿 觉得女儿天生命好 找了我这么好的女婿 我听了 心里只觉得反胃 像当初我混得不好的时候 一大桌子人吃饭 男人们都喝酒 唯独我没有 其他人面前都是荤菜 唯独我面前就一盘青菜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当初岳母为了她的宝贝孙子 动手打我的女儿 这口气我始终咽不下 我跟岳母说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养老这事 你还是别太指望了 既然你都没有带过外孙女一天 以后养老 还是找你的儿子跟孙子吧 我后来也跟老婆说 该出钱的地方我们出 但是让我这个女婿给岳母养老 那肯定不可能 她自己做过的事 她能说忘就忘 可我忘不了 决定你一生的不是勤奋或努力 而是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性格 一个人一生的成功 当然与我们的努力奋斗有关 但很多时候 我们足够努力地奋斗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以为自己应该成功 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成功 这其中有客观的原因 诸如确实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 也会有主观的原因 比如我们的性格 而比起客观原因 主观上的性格原因更加重要 否则的话 人们也不会说性格决定命运了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做任何事情都与他的性格息息相关 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对待事物和人的态度 一个人与人交往的方式 一个人成功的几率等等 那么 为什么性格对一个人如此重要呢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甚至超过奋斗和努力 真正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为何事 性格呢 一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你有什么样的性格 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王阳明曾说 智力而习气见效 学本于立志 智力而学问之功 以过半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 做人一定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志向 然而 只要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 就有可能成功 世界上的事情成千上万 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不会是少数几个 我们把什么事情作为自己认识的内容 把什么活动作为我们行为的过程 把什么目标作为我们行动的结果 这都靠个人的判断与选择 有的时候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有坚强的毅力 但我们的目标定得不合适 结果我们没有成功 一般情况下 如果能理性 分析自己的实力和目标的高低 确立合适的目标 就意味着有了一个成功的开始 我们能不能做出这种理性的分析 取决于我们的性格 性格决定了一个人 能否克服重重困难 最终达到目的 在性格的意志特征中 集中体现着人的活动是否有目标 能否独立自主的活动 能否战胜各种困难 有没有恒心和韧性等等 而这一切都是完成任何有目的活动的必需品 一个人只有积极面对问题 不怕苦 不怕错 敢于承担 然后从经验中学习 减去浮躁的生活 才能改变自己的气质 提升自己 人在成功的道路上 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 但只要我们不气馁 不认输 就一定会成功 安又齐是我看乘风破浪的姐姐 二世印象最深的人 我记得她在表演一个舞蹈的时候 忘记了自己的动作 然后 后就全乱了 于是评委们也对她表示失望 给了她一个低分 当评委问她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时 她觉得自己太紧张了 但是评委觉得这个错误 不应该发生在她身上 因为她是前超女冠军 但是这次表演水平很差 评委就问说说 为何会高开低走 安又齐眼睛红红的 她觉得自己现在不红了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她没有关注度了 自己也很想知道为何会高开低走 反问评委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女生来说 这个答案可能很平常 但是对于一个出来十几年的人来说 她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一个人之所以会失败 其实不在于别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遵义自己的心态和性格 当她回答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 别人已经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了 所以黄晓明当时就告诉她 你的性格决定 你的命运 你的恶劣态度 态度让你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 你自己已经放弃了自己 谁能拯救你自己 一个总是停留在过去的人 是不会把时间花在提升业务能力上的 即使他失败了 他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 那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越是抱怨越容易失败 越是无能为力 人要学会认清自己的现状 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 只要你一直往前走 就能走出低谷 安右其银是选秀冠军 现在是倒数第二 他的失败是他自己的粗心和不努力造成的 他必须自己为此付出代价 同样是超女的张寒韵 也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一 那时候张寒韵沉寂了很多年 一直不温不火 他曾经跟人说 他几年来一直处于没有曝光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状态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学业 努力学习表演 学习文化知识 练习 曾宇后来终于有机会 在参加《身灵奇境》那个节目中 用英文配音 令人赞不绝口 还因此上了热搜榜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一中 她的表演每次都很出色 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哪里有容易翻身的地方 她就折服多年 有备而来 无庸置疑 想要有好的性格 好的命运 你唯一能够选择的是 努力去解决问题 一个人的性格不同 心境自然就不同 人生也不同 有的人性格不好 逃避事情 不敢认错 自然会重蹈覆辙 没有翻身的机会 有的人遇事冷静思考 懂得拐弯和乐观 这样山崇水富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想起一个老和尚 对小和尚说 如果你前进一步失死 后退一步失亡 你该怎么办 小和尚说 我往旁边去 可见小和尚 很聪明 懂得懂得拐弯和思考 而不是一味地认死理 这样生活才能更精彩 中庸的第一句话 就是天命之卫性 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 想要命好 就得先让性格好起来 小杰年轻的时候 升职不好 经常跳槽 他爸爸问为什么 他抱怨那些工作单位不理想 父亲问他 你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了吗 他愣住了 他的父亲耐心地解释道 你足够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吗 你通常善待你的同事吗 心态决定格局 性格决定命运 很多人会因为事情的失败 而扰乱自己的内心 所以会一直活在抱怨中 这样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少一些怨恨和不满 多一些坚韧 执着和包容 你的良好性格 是你最好的标志 宋美玲曾经说过一句话 品德是无法伪造的 也无法像衣服一样随心的 穿上或脱下来 丢在一旁 就像木头的纹路 源自树木的中心 品德的成长与发育 也需要时间和滋养 也因此 我们日复一日地 写下自身的命运 因为我们的所谓 毫不留情地决定 我们的命运 二 心理预期往往会让人 在最后一个时期 放弃转败为胜的机会 有一个女生在考研的时候 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 说去面试的 都是名牌大学的 担心她考不上 她妈妈告诉她 名牌大学的尖字生 肯定是去更好的学校面试了 来面试的 肯定是普通学生 但你是你学校的尖字生 你的实力不会输给他们 结果 她面试成功被选上了 后来 你还去了国内顶尖的学校面试 因为她 已经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 这次面试 她不再患得患失 轻松参见 却意外被录取 人在心理上是有暗示的 却有暗示性 是人们 的心理特征 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 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能力 和学习能力 当一个人处于陌生 而危险的境地时 他会根据以往的经验 通过捕捉环境中的线索 迅速做出判断 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中 会一直被环境同化 因为环境给的心理暗示 让他不自觉地学习 因此人 无时无刻不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 心理暗示 可分为强暗示和弱暗示 但是心理暗示积极的 或消极的的效果 是不能被人的意识 头脑所控制的 也就是说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觉得对你好不好 你一直受到心理暗示 你一直接受着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以及动物的各种行为 危险 回避 习惯等的学习 都是由于心理暗示的作用 而实现的 为了追求成功 逃避痛苦 人们会不自觉地使用 各种自我暗示的方法 比如困难临头时 人们会安慰自己 快过去了 快过去了 从而减少忍耐的痛苦 人们在追求成功时 会设想目标实现时 非常美好 激动人心的情景 这个美景就对人构成自我暗示 它为人们提供动力 提高挫折耐受能力 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故事中的女孩 一直缺乏自信 妈妈的心理暗示 增强了她的自信 再加上她不屈不挠的性格 成功拿到了名校研究生的通知书 不得不承认 性格决定命运 我曾经读过一首诗 我们可能无法改变方向 但我们至少可以调整风发 我们可能无法左右事物 但我们至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 有的人会因为失败而抑郁 有的人却能吸取经验 不断进步 有些人在人情事故上处处碰壁 而有些人却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你是什么性格 你就会有什么命运 孩子说来人 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人生在世 多看看 多包容 多大笑 你的命运自然就会洒满阳光 人生不如豁达点 坦荡点 自然心安 心安之后快乐就会不请自来 人生顺其自然就好 心安自然快乐 心若旁骛 但看人生苦痛 淡薄名利 心态积极而平衡 有所求而有所不求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不用刻意掩饰自己 不用势力逢迎他人 只是做一个简单真实的自己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辈子守好这三点 不但自己受益 还将会做子孙 人生在世 草木一秋 十分短暂 因此人这一生 一定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一段精彩而温馨的旅程 才不白来一场 要想人生能趋吉避凶 古人的教导 别忘记 所谓手嘴不惹祸 手心不出错 保持一颗平淡的新星 坚守一份善良的人品 人生就会绚丽多彩 一 守则守则是我们行走于世间的一张护身符 是否遵守规则 体现了一个人的底线 欧阳修小时候家里很穷 有人拿了几个馒头 扔在地上让他捡 他拒绝了 那人问 你这么 嗯 怎么不捡起来 欧阳修说 我也很想吃 但是我母亲说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 你自己做成什么样 才是最重要的 应愿挨饿 也不愿廉价出卖自己的尊严 这是欧阳修的原则 义中天说 一个人没有底线 什么都敢做 一个社会没有底线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有的人会为五斗米折腰 有的人却千金难买气质 前者看似赢得了小利 却失去了别人的尊重 后者看起来很傻 但却筑起了自己内心的封碑 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 是明人之后 曾祖父是东晋著名的大司马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 有着为民生做出巨大贡献的志向 但在国家逼民崩溃的动荡年代 陶渊明的志向根本无法实现 另外 他的性格诚实坦率 清清白白 不想卑躬屈膝攀附权贵 所以 他与肮脏黑暗的现实 使社会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觉 为了生存 陶渊明起初在州里做小官 但因为不喜欢官场的不良作风 很快就辞职回家了 后来为了谋生 他先后担任了一些低阶官职 过着隐居世患的生活 陶渊明在一夕元年 做了最后一次官 那一年 年过四十的陶渊明 在朋友的劝说下 再次出任彭泽县令 有一次 县令派都友去了解情况 有人告诉陶渊明 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 要衣冠楚楚 毕恭毕敬地打招呼 陶渊明听了这话 长叹一声 我可不想为了一个小县令的五斗心凤 去卑躬屈膝 去理会这些家伙 说完 他辞职回家了 陶渊明做彭泽县令 旨在为八十多天 他这次离职 就永远地退出了官场 之后 他一边学习文学 一边参加农业劳动 后来 他由于农田连续受灾 房屋失火 家庭每况愈下 但他始终不愿意做官 连江州刺史送的米和肉 都坚决拒绝 朝廷曾征召他任着坐牢 但他拒绝了 陶渊明死于贫病交加 他本来可以过得很舒适 至少有吃有穿 但这必须以牺牲他的个性 和正直为代价 底线是做人的原则 如果没有底线 这个人就会失去做事的格局 没人敢跟他走 所以 做人一定要有底线 这样才能成就自己 提升自己的格局 二 守信做人要有诚信 诚信是一个人 立足社会的根本 玉离子记录了一个 因失信而失去生命的故事 济阳的一个商人在过河时 他的传臣了 他抓住一个马杆 大声呼救 一个渔夫听到了声音 商人急忙喊道 我是济阳首富 如果你能救我 我给你一百两黄金 被救上岸后 商人 人翻脸不认账 他只给了渔夫十两黄金 渔夫责怪他 出而反而 不守信用 商人说 作为一个渔夫 你一辈子也挣不了多少钱 突然之间得到十两黄金 还不够 渔夫不得不样样而去 没想到 商人又在同一个地方翻船了 有人想去施救 但被他骗过的渔夫说 不守信用的就是他 于是 商人在河里被淹死 商人翻船两次 遇到的是同一个渔夫 这是偶然的 但杀人的结局 却在意料之中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守信 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所以 一旦他陷入困境 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失信于他人的人 一旦陷入困境 只能坐以待毙 人生只有一次 所以 你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做以自己的信用 做一个正直的人 做一个值得别人交往的人 信用 是人一生最大的精神财富 失去了信用 就失去 有了人脉 也就失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 与人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所以 做人可以没有钱 但不能没有信用 你可以用心做事 但不能欺骗 不能伤害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 齐国的君主 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他与诸侯定立了许多盟约 即使是对自己不利的盟约 他也能遵守 所以 在诸侯中威望很高 被拥戴为霸主 有一次 齐桓公出兵讨伐鲁国 结果打败了鲁国 鲁庄公只好现成求和 齐桓公同意了 两国在科地会师 这时曹默突然用匕首 劫持了齐桓公 要求他返回备战领土 齐桓公别无选择 只能同意 齐桓公这才回到自己的国家 齐桓公真的很后悔 而管仲考虑到大局 建议他 如果他违背了他的信任 他将失去他对诸侯的承诺 最后 齐桓公中 于把占领的土地 归还给了鲁国 诸侯听了都认为 齐桓公说话算术 能遵守盟约 愿意加入齐国 齐桓公称帝后 有一次山戎攻打燕国 燕国和齐国陷入紧急状态 齐桓公密集带兵驱逐山戎到雇主的地方 燕庄公非常感激齐国的救援 热情地把齐桓公直送到齐国的境界 齐桓公说 我不是天子 诸侯护送不能出国 这是规矩 我不能对燕国无礼 你把我送到这里 这就是你的领地了 所以这块原本属于齐国的土地被割让给了燕国 众王公听了都称赞齐桓公 救人用尊礼 更加佩服齐桓公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说的话都无法兑现 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让别人相信自己 只有信守诺言 人们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 你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都能让人幸福 值得尊重 三守心 守住自己的心 是我们追求幸福的一把金钥匙 菜根坛有云 岁月本长而忙者自簇 风花雪月本闲而饶嚷者自容 世界上诱惑很多 外人的评价很杂 能不为所动 保持初心的人 才是真正强大的 不屑可击的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 为了能够安心写书 不受外界干扰 在云南深山老林中找了一座僻静的寺庙潜心写作 写书期间 有同事邀请他去昆明演讲 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 还有人叫他去倒卖大豆 改善生活的贫困 这些他都婉拒了 他想把课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书上 甚至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而他始终相信 努力比任何名利都可靠 他的朋友 国学大师陈寅克 跟他开玩笑说 山里的寂静虽然好 但他住一天就会疯掉 但 钱穆在山里住了一年多 每天佛案写作十几个小时 作为学者 钱穆先生是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 正是这种甘于坐冷板凳 不为外界名利所诱惑的学术精神 他终于在这座大山深处写出了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国史大纲》 一个人为什么奋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的人是为了更体面的生活 有的人是为了更高的人生价值 当周围没有诱惑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但是当诱惑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却忘记了 权衡自己这辈子能不能冒这样的险 俗话说 人见利而不见害与见实而不见高 很多事情的利益 祸福都是相关的 如果你看拒不了诱惑 只看到利益 迟早会深受其害 当你盯着诱惑时 诱惑也在盯着你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生的方向 菜根坛中有这样一 句话把握未定 以绝技尘效 使此心不见可遇而不乱 以成无禁忌 操持即坚 又当混迹封尘 使此心见可遇而已不乱 以养无缘机 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内在的品格不够坚定的时候 就应该远离世间的喧嚣 这样内心的欲望 就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诱惑 头脑也不会混乱 才能悟出清明的本性 节操坚定 就该回归红尘 即便如此 自己的内心 也不会在外界的诱惑下迷茫 从而培养自己的机制 一个人在经历了世界的风风雨雨之后 才能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对世界有更深刻的认识 才能锤炼自己的良好品行 才能去繁华的地方 继续磨练自己 经历了世间繁华 内心依然不迷茫 遇到各种诱惑 仍然保持初心不变 经过这样的经历 就可以锤炼自己 良好的 品行 意志力和自制力 也会更强 这才是真正成熟的人 做人 保持一颗善良的心都不容易 不要为难任何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 没有不受议论和评价的人和事 你做得再好 也有人说三道四 做自己该做的事 用微笑感受生活 让善良充实自己 只有为自己而活 才能活得自信 笑得灿烂 总之 手嘴不惹祸 手心不出错 好人有好报 好因有好果 老年人再婚 不是什么新鲜事 人老了 儿女不在身边 单身老人 给自己找个老伴 两个人互相照顾 也算是一件 合情合理的事 可是总有人到最后 把事情搞得很糟糕 到头来 后悔当初太冲动 其实 不管哪个年龄阶段 婚姻都是一件 值得慎重的事 尤其是老年人 在婚前一定要三思 否则就会招来 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71岁的吴大业 就因为晚年再婚 如今儿子不理解 还被周围的邻居笑话 后来他自己也明白了 说什么都要跟这个老伴分手 到底老伴对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吴大业71岁 退休职工 我退休多年 老伴去世十多年了 儿子自从结婚后 搬出去单过 平时我就一个人 儿子儿媳虽然也挺孝顺 但是因为工作忙 孙子在上学 所以除了逢年过节 他们很少回来 大多时候 我一个人简单地煮着吃 然后白天出去走走 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 也就是去年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太孤单了 又看到周围单身的老朋友找了老伴 我就动了这个心思 在朋友的帮助下 给我介绍了一个年轻的大姐 大姐姓刘六十岁 刘大姐比我整整小了十岁 她叫好的模样 打扮时髦又娇艳 一下子就打动了我 刘大姐问我个人情况 我告诉她我没有任何负担 自己有房子 退休工资每个月五千多 还有一些积蓄 儿子孝顺经常给我钱 刘大姐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觉得自己有戏 我问刘大姐 对老伴有什么要求 刘大姐对我温柔一笑 说按照我的情况就很好 她说自己要求简单 只要南方人好就行 我一听开心的不行 见面不到半小时 我就向刘大姐求婚 我之所以当即就求婚 是因为我担心 像刘大姐这么好的条件 万一她挑挑拣拣地轮不到我 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就壮着胆子 跟刘大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刘大姐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跟刘大姐进展顺利 我们决定领证结婚 对于我的再婚 儿子提出反对意见 他觉得我太轻率了 而且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品 就决定在一起 儿子的话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觉得这只是他阻拦我再婚的借口 儿子的阻拦 让我更加坚定地 要跟刘大姐在一起 我不管不顾地跟刘大姐领证再婚 婚前我跟刘大姐说好 我以后的退休工资卡 交由她保管 刘大姐满意地对我笑 然后温柔地扶在我的肩头 婚后的日子 第一个星期 我们过得很幸福 自从有了刘大姐陪我 我再也不感到孤独了 吃饭睡觉外出 都有人陪在身边 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我再三跟刘大姐保证 我会好好待她 不会辜负她 本来我以为我跟刘大姐就这样互相扶持着过日子 谁知道从第二个星期开始 刘大姐对我的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 她动不动就抱怨自己这么年轻 却跟着我这样的老人 过日子 没有前途 一个劲地缠着 我把家里的存折拿给她看 没办法 我只得拿给她 我手里有四十万积蓄 那是留着养老的 我再三保证 只要刘大姐跟我过 这个钱也给她养老 可是刘大姐不这么想 她要保管我的这笔存折 我拗不过她的甜言蜜语 被她五迷三道地给拿了去 本以为把存折交给她 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她就能踏踏实实地跟我过日子 可是没过几天 刘大姐又找我闹了起来 这次她又盯上了我的房子 她说 我不拿她当自己人 以后我有个三长两短 剩下她一个人 也是被我儿子赶走的命 刘大姐说来说去 就是让我在房子上加她的名字 可是房子是我唯一值钱的财产 也是我养老的根本 说什么我都不答应 因为这事 刘大姐跟我赌气 收拾了衣服去了她儿子家 我去她儿子家求她 跟她讲和 她根本不理我 后来是她的儿子传话 说要是我想让刘大姐跟我回去过日子 房子的事一定要有个说法 刘大姐不依不饶的态度 让我终于清醒过来 结婚才十五天 退休工资卡拿了去 存折也由她保管 如今又要房子 刘大姐究竟是看上了我的人 还是我的钱 想来想去我终于明白了 我要跟刘大姐分手 可我自己没办法解决 没办法只得把儿子喊回来 儿子指责我太冲动 说我年纪一大把做事情不管不顾 在儿子面前我无地自容 我也终于明白了 我们老年人再婚要慎重 最好是不要再婚 宁愿一个人冷清些 也好过被人算计 丢了财产不说 还把日子搅得乱七八糟 以后跟子女之间也有了隔阂 结语 老年人再婚一定要慎重 如果只是单纯地互相照顾那还好 可是更多的是为了有利可图 一旦牵涉到彼此的利益 关系只会陷入更加复杂的漩涡 处理不好 只得一拍两散 沦为笑话 所以 人到晚年 能不再婚 尽量不要再婚 一个人的生活 只要调节好心态 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最关键是 对于老年人说 心态好 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事 且不可给自己找麻烦 影响到家庭关系跟身体健康 那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晚年生活有标准的话 那么健康是基础 如果手里再有些钱 就可以过得好些 而女若是孝顺 晚年生活将是最幸福的日子 可理想归理想 现实却很残酷 许多老人心里也明白 人老了 依靠儿女大多靠不住 他们都有各自的小家庭 又要忙于工作 不能时时陪在身边 倒是身边的老伴 更为可靠些 曾几何时 七十岁的江大爷 也是这么想的 他跟老伴夫妻几十年 育有一儿一女 他们都有退休工资 他想着自己老后 跟老伴彼此相守 彼此照顾 也算有个依靠 可如今的他 在经历一番周折后 想法大为改变 他说 人老了 身边的儿女跟老伴 大多都靠不住 为何他会这么说呢 我们来听听他的经历 自述 江大爷七十岁 退休职工 我跟老伴都是普通职工 两个人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比儿子大三岁 大家都羡慕我儿女双全 可只有我自己明白 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过去我们穷 两个工人工资少 尚要孝顺父母 下要抚养儿女 全靠老伴勤俭持家 老伴是个很善良 又能吃苦的人 年轻时跟我吃了不少苦 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先是伺候我父母 后来又接连给儿女们带孩子 常年累月下来 身体变得很差 后来还有了三高的毛病 我那时常劝慰老伴 让他再熬一熬 等到我也退休了 我就可以照顾他 还可以带他四处走走 想想轻浮 可老伴命苦 终究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 老伴在睡梦中突发脑溢血 人没有抢救的过来了 就这么走了 老伴走了 我的依靠没了 我想老伴大概是心疼我辛苦 到最后除了抢救费 也没有花多少钱治疗 家里留下了二十五万积蓄 和我住的这套房子 老伴这人心软 他在时常跟我说 要跟儿女保持好关系 这样等老了 身边就有个依靠 我那时觉得老伴在身边 我们可以互相依靠 所以不拿老伴的话当回事 可如今老伴走了 我想着自己不得不依靠儿女 老伴刚走那会 儿女对我还算不错 他们也时常回来看我 也会给我带些菜 我这人对于吃穿也不讲究 一个月不到四千元的退休金 每个月倒能存下三千多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钱带给我极大的帮助 三年前我得了轻微中风 人一直恢复得不好 腿脚不利索 我住的房子是老房子 没有电梯 上下十分不便 儿子儿媳赶来说 要我把街回去住 我一听这也好 先不说儿子是电梯房 身边有子女陪伴 对我来说 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本来说得好好的 一天儿子突然一个人来了 儿子落座后 一直埋怨我不懂儿媳的意思 我听不明白 就问儿子 儿媳啥意思啊 儿子说 你以为你儿媳突然就愿意 把你接回去住啊 他是想要你这套房 原来 之所以儿子儿媳主动愿意 接我回去住 是他们想要我这套房子 儿子说 这房子反正也旧了 不如索性卖了 留着以后 给孙子结婚买新房 这是后来被女儿知道了 他带着女婿赶过来 坚决反对 我卖房 女儿说 一旦房子卖了 万一我以后 被儿子儿媳赶出来 可就没有自己的窝了 再者 女儿说他也是我的孩子 就是卖房 他也有份 怎么好让弟弟独吞 我看着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在我面前 争得面红耳赤 房子还没卖呢 这姐弟俩恨不得都要打起来 要是卖了 但凡他们吃一旦亏 我的日子都没法过 我跟儿子女儿讲明白了 这套房我要留着 这是我的根 我不会卖 儿媳一听 气得扭头就走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 我去儿子家养老的事 是不可能了 我望着女儿 女儿却说 爸 你可别看我 你又不是没有儿子 你去儿子家住 我过去照顾照顾可以 要是真来我家住 你女婿肯定跟我闹 听到女儿的话 我想起老伴当初 让我靠儿女是多么的可笑 我后来决定了 好在我手里还有些积蓄 我自己想办法 租了套底楼的房子 自己进出也方便 至于我的房子 我也将它租了出去 如今我出租得的钱 除了给房租以外还多五百元 这些钱连我的退休工资一起 吃穿足够了 我也想好了 一旦我无法独立生活 我就给自己请个终点工 帮我烧煮 洗洗衣服 做做卫生 以前老伴还在时 他总觉得人老了 有儿女依靠最幸福 可我觉得 只要手里有钱 靠老伴互相照顾 也是一样的 如今我也算看明白了 其实老伴跟儿女都靠不住 我跟老伴在恩爱 注定总有一个人会先走 至于儿女就更加靠不住了 倒是手里有钱 心里才不慌 养老这事 更多的还是靠自己 人过六十岁 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得明白 心态决定一切 只要心态好 身体才能好 以健康的身体活过同龄人 你就是最终的人生赢家 一个月三千元 也够吃够用 每月按时到账 生病有医保 只要不过度帮扶子女 吃穿花不了多少钱 完全可以做一个不向子女伸手 生活独立的老人 不看人脸色 自己开心就好 二 不管闲事 不过度操心子女的家务事 一定要记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 这跟我们的生活时代有关 别强行把自己的价值观 安在别人身上 至于带孙子孙女 有体力就带 没有体力 完全可以不带 一定要记住 我们已经带大了自己的子女 爷爷奶奶带孙子 帮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完全没有必要道德绑架 三 保持社交距离 不要总往人群里钻 记住一句话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还有一句 人多是非就多 年纪大了 人难免感到孤独 可这种孤独 是每一个人早晚都必须面对的 其实高质量的独处 远比低质量的社交要好许多 外面的世界再繁华再热闹 终归还是要回到冷清的家 倒不如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独处方式 或者寻一些兴趣爱好 不为别人 只图自己开心 四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虽然该吃吃 该喝喝 但也要有个度 早上吃好一些 中午吃饱一些 晚上吃少一些 注重营养搭配 现在很多慢性病都跟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 饮食要清淡一些 多吃蔬菜跟水果 保持肠胃通畅很重要 我的一个亲戚 今年九十岁了 他从七十岁开始 就不再晚上参加别人的宴请 只要是晚上的 他都不参加 他说自己晚上吃了会消化不好 而他自己有事宴请别人 也是选择中午 他说这样对大家都好 中午吃饱了 下午可以稍微运动一下促进消化 到了晚上也不成为负担 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就很好 所以为了健康 有些生活方式改一改 有些生活方式改一改又何妨 五 给自己攒一些养老钱 关键时刻不求人 记住一句话 只要伸手要钱 就要看人脸色 有些老人不过六十岁出头 整天就等着子女养自己 如果子女孝顺 这当然没什么 可关键现在的人压力都大 各自身上有各自的责任 这时候自己手里有钱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也不被动 人上了年纪 虽然开销少了 但是额外增加的看病钱 还是要有 年轻时 手里有钱就不能大手大脚花得开心 要多为以后着想 给自己尽量多攒些养老钱 老了说话都有底气 六 自己的房子一定要在自己手里 不要因为子女的意识困难而心软 把房子卖了给他们换大房子 不要被他们花言巧语所欺骗 觉得子女对自己好 他们很孝顺 我周围就有这样的老人 到最后都已失望收场 日子久了就会发现 一旦没什么可以利用 子女对待的自己的态度都变了 可是已至此连退路都没有了 晚年的生活质量可想而知 七 对谁好 都不如对老伴好来得实在 要知道 陪我们走到最后的 不是父母 也不是子女 而是我们身边的老伴 有的人还有一种坏毛病 在外面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 在家对老伴却以止气时 动不动就发火 这又何必呢 要知道自己哪天躺床上了 朋友最多偶尔来看看你 子女或许工作忙 也未必天天过来 只有老伴日日夜夜照顾着你 老伴才是最值得你真心付出的 八 学会断舍离 到了六十岁 不该买的东西就别买了 要学会过一种清新寡欲的生活 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该扔的东西就扔 时刻保持轻松 心里也更感到舒畅 人一旦上了年纪 要清楚我们内心的底牌 它不是金钱 也跟子女孝顺与否无关 而是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有一个好身体 还有一个相互帮助 彼此守护的老伴 只要拥有这三样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养老是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一件事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老人因为年岁渐长 不仅体质不及过去 还要面对寂寞孤独的内心 特别是当失去另一半时 那种凄冷孤独只有自己才明白 若子女孝顺 对老人来说是最大慰藉 若子女不孝顺 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老人有苦难言 一天天地几乎是在熬日子 痴心父母古来多 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当子女有困难时 恨不得把心掏出来 为的只是在自己年老时 子女多一些关心 多一些爱护 可现实中 很多子女却只为自己考虑 一切把利益放在首位 老人在他们眼里 反倒成了拖累 下面说的顾叔叔 就是一个不幸的例子 叙述人 顾叔叔73岁 我73岁 有二儿一女 生活在农村 老伴去世多年 我一直未再娶 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 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如今孩子们都大了 我也算熬出了头 想着有三个孩子 以后老了 也算有福气的 人年纪大了 身体大不如从前 去年我生了一场病 身体恢复起来慢 一个人生活很吃力 我就想去跟儿子们同住 这样我也有口现成地吃 正好调养一下 可没想到我这边刚说出口 儿子儿媳家就闹矛盾 两个儿子都为难地告诉我 儿媳不愿意 他们做不了主 如果我强行去 只怕弄得家宅不宁 没办法 我又去找女儿 女婿却说你有两个儿子呢 哥哥嫂嫂都在 这是还轮不到我 等他们同意了 哪怕我们几家轮流住 那我没意见 年老的我 既进不了儿子家的门 也进不了女儿家的 原来他们都嫌弃我 嫌弃我没有钱 年纪又大是个累赘 那段日子 对我来说非常难熬 主要是心里苦 在家闷闷地 只觉得心寒 一天 老邻居说 要给我介绍相亲 原来隔壁村一个老大姐 也想找个老伴搭伙过日子 我心里倒挺愿意 可还是有些担心 我担心儿女们不愿意 骂我为老不尊 又担心老大姐看 我家这条件看不上 谁知 当我把这是跟孩子们一说 他们哥哥表示乐意 还说这下好了 有人照顾我了 他们彻底放心了 我心里明白 他们这是甩掉了我这个包袱 心里开心呢 我在他们心里 真的成了一个累赘 说到底 还是因为我没有钱 以后有个人照顾我 他们就少了责任 可想当初儿子女儿结婚 哪个我不是尽了责任 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出来 如今我年纪大了又没钱 他们就变了脸 和我相亲的老大姐 她姓李 李大姐比我小四岁 女儿是外嫁 也是个可怜人孤零零的 她说搬去女儿家常住不方便 可是一个人孤单 她会做家务 会照顾人 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这样也好让女儿放心 李大姐是个实在人 她对我没有什么要求 也不嫌弃我没钱 只是希望我们两人互相照顾 好好过日子 我满口答应 李大姐就这样搬了进来 和她相处以后 我发现她真的是个很好的女人 中年首寡 独自将女儿抚养成人 人情快肯吃苦 对我嘘寒问暖 对人宽容 心地善良 没想到我到老 还可以找到这么好的老伴 自从我和李大姐搭伙 儿子女儿整年都不回来一次 就像忘了农村 还有一个老父亲一样 我也不去计较 安安心心过日子 把身体养好 前阵子村里通知要拆迁 我这老房子也在规划里面 算了一下 大概可以拿到拆迁款 二百二十万 这是被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知道后 快马加鞭地赶回来了 当着我的面 他们为争财产 炒得面红耳赤 我冲他们大手一挥 我还没死呢 这钱你们想也别想 我已经想好了 这钱我打算买套房子 和李大姐住进去 剩余的钱 我要好好守着 用它来给我和李大姐养老 都说养儿防老 我养了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可最后呢 一个也靠不住 你推他 他推他 我就像皮球一样 被踢来踢去 孩子们不孝顺 我以为我会孤独终老 没想到晚年 竟然得了两个宝贝 一个是拆迁款 二百二十万 她可以给我 带来养老的保障 另一个是李大姐 她使我不再孤独 晚年也可以过得幸福 至于孩子们 就让他们好好反省去吧 不孝的子女 总会给自己 找各种各种的理由 又是工作忙不开 又是配偶不同意 互相推卸责任 把老人当作皮球 一样踢来踢去 真的是自私又可恶 赞成顾叔叔的做法 人老了 也该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养老什么最重要 一 养老的房子 二 养老钱 三 知冷知热的老伴 有了这三样 其他都不怕 写在最后 顾叔叔的经历告诉我们 养儿防老 简直就是讽刺 不养老防儿 就算不错的了 父母再艰难 都可以把几个儿女养大 可几个儿女 却养不了父母 这又是什么道理 说什么儿媳不同意养 儿子做不到主 难道儿媳 自己没有父母吗 养老这是 不要顾此失彼 谁家都有老人 谁都会老 谁都有老的一天 我们是否善待老人 自己的子女也看着 与其跟孩子讲道理 不如以身作则 善待父母 给老人晚年的温暖和尊严 这也是给未来的自己 多一条路 大家说是不是 我姓陈今年五十六岁 我跟老伴育有一个儿子 从小呵护着长大 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 并谈了恋爱 对方小姑娘是幼儿园的老师 我跟老伴看着很喜欢 事实上 儿子上大学时 我们就提前准备好 一套婚房 110平米 儿子谈婚论嫁的时候 女方家又提出要十八万彩礼 没办法 我跟老伴手里紧张 不得已还跟亲戚借了一些钱 自从儿子结了婚 我跟老伴也算卸下了重担 老伴总是跟我说 只要把借亲戚的钱还清 以后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过日子了 想到这些我内心充满期待 儿子婚后第三年 我们终于把钱都还清了 也就在这时儿媳怀孕了 儿媳抱怨怀孕辛苦 后来还把工作给辞了 想着既然已经辞了职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索性让儿媳安心在家养胎 大不了等孩子长大了再去工作 没想到我们的理解 并没有换来儿媳的感激 她提出让我上门帮着做饭洗衣服 想着儿子工作忙 又总是出差 我只得答应 儿媳整个孕期 我都陪着小心 不仅家务活全揽下来 为了变换口味 每天起早在菜市场要绕上好几圈 为此儿媳并不感恩 费了半天功夫烧的饭菜 她吃上两口 眉毛一皱就进了房间 想着这是特殊时期 儿媳也辛苦 我把这些苦水都咽到肚子里 想着等孙子出生就好了 十月怀孕一朝分娩 儿媳生了大胖小子 我跟老伴高兴地合不拢嘴 月子里 我小心翼翼地服侍着儿媳 生怕她受累 孙子一哭 我就抱起来 从早到晚 我都没有时间休息 即便到了晚上 为了让儿媳有好的睡眠 孙子也是跟我睡 可对此儿媳还是感到不满足 她是幼儿园老师出生 总是强调科学养育 她嫌弃我 做事大大咧咧不讲究 后来提出不让我帮忙照顾孩子了 儿媳后来闹着要请保姆 她说让我回去 她自己请保姆 并且让我一个月出五千块 可我退休工资才四千元 这个钱够请保姆 我不得不跟老伴商量 老伴听后半天不说话 一直叹气 我心里也难受 可为了儿子小家庭的和睦 我们决定后退一步 于是我答应了 从此以后 我每个月月头 都给五千元给儿媳 让她自己请保姆照顾孩子 而我又不忍心 把压力全部转移到老伴身上 自从不去儿子家后 我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 是去家附近的一家便利店打工 每月三千元钱 有了这个钱 至少我们手里充裕一些 这样的日子好似平静下来 儿媳每月拿着五千元钱 自己请保姆 而我跟老伴各自工作挣钱 因为大家都很忙 除了儿子一家偶尔回来 我们也很少见面 看着儿媳过来时气色很好 孙子也养得不错 我心里多少得到些安慰 可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中看到了亲家母的朋友圈 我才知道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图片中亲家母抱着孙子笑得很开心 还留言道说女儿女婿孝顺 每个月孝敬五千元 我这才知道所谓的请保姆 原来是请的亲家母 同为长辈 为什么我过去带孩子 既出钱又出力 还看不到儿媳的好脸色 而亲家母过去 不仅每个月可以拿五千元 还是一副母慈子笑的模样 我心里越想越不服气 后来我从儿子口中得到了答案 原来儿媳一开始 确实是请了保姆的 这是后来被亲家母知道了 说与其这钱给外人赚 不如给家里人赚 亲家母说自己退休在家 也没事干 不如帮着带孩子 每个月五千元就给她 因为给了这钱 亲家母带起孩子来特别上心 儿媳内心感激的不行 不仅给钱 平时大大小小的礼物 也没少买 哄得亲家母是开心的不行 其实 如果亲家母上门帮忙 带孩子 我也很感激 如果是儿子儿媳给这个钱 我也无所谓 可这个五千元 不单单有我的退休工资 还有我打工的一千元 这才凑齐了五千元 这也代表着亲家母在儿子家一天 我就要出门打工 想来想去 我觉得不干了 我跟儿子提出 既然亲家母上门带孩子 我就不给钱了 反正都是奶奶 以后孙子也会记着奶奶的好 谁知儿子同意了 回去跟儿媳一说 儿媳却翻了脸 儿媳说 如果嫌弃 她妈妈过来带孩子 她就让她回去 正儿八经地 重新请个保姆 过来带孩子 儿媳的话 让我进退两难 说来说去 这五千元 我是一定要出 我就想不明白 儿子结婚 我们已经买了婚房给他们住 彩礼也给了 本来生了孩子 我去照顾 可因为嫌弃我照顾的不好 又让我出钱请保姆 为此 我到了这个年纪 还要出去打工 对于不懂得知足的子女 任凭我们怎么付出都没用 因为他们永远都不懂得知足 上个月 我果断停掉这五千元钱 我也把工作辞掉了 我本身有四千元退休金 这钱足够我过日子了 儿媳跑到我家来闹 吵嚷着要我出钱带孙子 我对儿媳没好话 要么你们自己出钱 让你妈妈继续带着 要么你自己带 总之我不管了 说到底孩子是你们的 我们做爷爷奶奶的 帮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以后的日子 我选择躺停过 到了我这个年纪 对自己好一些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最近朋友圈都流传这样的说法 90后开始佛系养生了 80后到了拼命 撑起全家老小的年纪 70后们开始祈祷 后半辈子 可以健健康康地活着 长命百岁 是很多人的心愿 但因为生活饮食方式的不同 人们的寿命长短差异也很大 又学穷林中说 百岁约上寿 80约中寿 60约下寿 要想长命百岁 除了先天遗传因素外 后天的生活习惯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偷走寿命的五大习惯 震惊所有中老年人 是什么偷走了人们的寿命呢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在生活中不注意一些细节 有以下几个坏习惯 寿命自然悄悄变短 一 乱吃药乱吃药 看到这 很多人就开始反驳小编了 这没病没痛的 谁会吃饱了称的乱吃药啊 其实现代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很多人即使身体健康 也会为了养生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中草药 这个想法虽然好 但是是要三分毒 而要最毒的就是肝脏 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器官 是药物浓集 转化 代谢的最主要器官 绝大多数药物都是要经肝脏代谢的 中草药也不例外 一旦这些药物或者药物的代谢产物 有一定的毒性 肝脏就首当其冲 引起肝组织细胞发炎 胆质淤积等肝脏损害 而且这种伤害往往十分复杂 几乎包括了所有类型的肝病 肝脏一旦受损 自然会影响到寿命长短 所以大家千万别胡乱吃药 有啥不舒服赶紧去医院 别自己凭经验应付 二 喝水太少 我们的身体约60%是由水构成的 可以说它是我们身体正常运转 所必须的关键成分 然而 当我们喝水不足时 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脱水状态 这会导致多种健康问题 肾功能受损 水是肾脏的重要清洁剂 足够的水分 能帮助肾脏排除废物和毒素 然而喝水太少会导致尿液浓缩 从而增加肾脏负担 久而久之 会影响肾功能 人体是靠血液来供血和输送养分的 血液也必须维持一定的流速 才能满足全身的血氧供应 如果喝水太少 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 血流变缓 这样的话 势必会影响身体的血氧供应 时间长了 还容易造成栓色 前面讲了 人体的最小组成单位是细胞 而细胞的比例最大的还是水 如果喝水少 就会导致细胞缺水 细胞缺水就会导致细胞萎缩 也就会导致人体的迅速老化 打个比方 刚刚摘下来的苹果 看上去水灵灵的 非常饱满 而且诱人 可是当苹果放一段时间 开始失去水分 于是就变得皱巴巴的 看上去再也不水灵了 人也是一样的 当一个人老的时候 也是说明身体的水分少了 三不按时吃饭 现在越来越发现 规律进食的重要性 它非常有利于维护肠道菌群 有些朋友进食过于随性 想吃就吃 说不吃就不吃 往往违背生物中的调节机制 长时间持续 会造成肠道菌群 出现明显的紊乱 大家不要小看肠道菌群紊乱 假以时日 会让我们更容易发胖 导致消化吸收能力受损 还可能出现炎症因子升高 增加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风险 随着年龄增长 不规律的进食习惯 所造成的影响 就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 我经常建议大家定时定量 规律的吃饭 大家形成习惯以后 胃肠道也会比较高兴 因为你规律了 它也规律了 你们就形成完整的统一体了 坚持不吃早饭或晚饭 能算规律进食吗 这是假规律 或者根本称不上规律 只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早晨是身体胆汁分泌的节律期 我们这个时候吃早饭 胆汁就可以正常排出 有利于消化 但如果不吃早饭 分泌出来的胆汁没有办法排出 它就存在胆囊里 累积时间长了 会导致胆汁淤积 增加患胆时症 胆囊炎的风险 不吃早饭 对午餐的吸收率 会增加30%以上 换句话说 这种不吃早饭或晚饭 去减肥的做法得不偿失 吃好每天三顿饭 这才是身体健康的基础 也是追求减重 或者减少慢性病的基础 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 四、久坐不动 长期久坐 脂肪染 燃烧减少 胆固醇增加 可能堵塞心脏血管等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久坐不动 钙化物堆积在动脉 引起动脉硬化 每天多坐一小时 患冠状动脉硬化风险 提高12% 久坐不动 腿部肌肉收缩减少 下肢血流速度减慢 增加血栓发生率 每天固定一个坐姿 三小时以上的人 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 增加两倍 连续坐12小时以上 肺栓色风险增加 特别中老年血脂高 血液粘稠度高 长时间静坐是潜在的危险因素 久坐运动量小 肺部得不到有效锻炼 会影响心肺攻血 肺气肿 感染等常见的老年肺系统疾病 大都和肺功能降低有关 除此之外 久坐还会伤胃 容易导致食欲不振 久坐容易引起肠胃蠕动减慢 消化线 分泌消化液减少 出现食欲不振等症状 加重人的负胀 便秘 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症状 五 经常生气人的一生 难免逃过情绪二字 只是被情绪所支配的程度不同 那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 究竟有多大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90%以上的疾病都跟情绪有关 而从数据来看 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 就已达200多种 压抑的负面情绪 会诱发一系列其他疾病 千万别再轻易生气了 其危害不可小觑 生气时 心脏负荷突然增加 使心肌收缩力增加 心率增快 致使心脏的耗氧量增加 心脏对血液的需求量 也会跟着 增加心脏需要加倍工作 而一旦心脏血管的弓血 不能相应增加 就可能引起心率失常 心脚痛 甚至是心肌梗死 据统计 临床中约10%的心梗 是气出来的 即使身体健康的人在着急 紧张 生气 激动时 也会出现血压急剧升高 心率加快问题 这可能导致血液凝固 引起血管损害 都不能车 不过